现在是玩缝盒的最后一步 因为昨天坐着我就忘记了 然后这一边下巴就已经是给缝好了的 其实这个缝下巴的要点的话 就是找准中线 就是下巴这个地方 会有定一个下巴的中线走到 然后从中间往两边开始回针的缝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耳朵的位置 基本上就是下巴的这个尖尖 在耳朵的一半的位置 这个就肯定不会错 只要这么定了位置的话 就肯定不会错 然后一边缝下巴的时候 一边用手把这一个线剂给拉松一点 把线剂拉松一点 这样子呢反过来了以后 这一块呢是不会呈现皱皱巴巴的 就是不会出现那种皱皱巴巴的情况 所以现在是没有冲棉 然后的话呢就看起来可能会有一点 就是尽量的不要把下巴做出来 有那种皱皱巴巴的情况 然后请缝好 这一边的话呢是头毛 头毛的话呢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版型2 版型2这里有一个缺口 缺口这个部分是接着下巴的 大家只要记住缺口的这个地方是接下巴的就行 然后两片把它缝好 这个是已经缝好的身体 然后我这一支是一时五的 我用这一支一时五的给大家来做下示范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缝哪个部分呢 缝好了这个部分以后 缝头毛 头毛的话呢 下巴是接着头毛片 也就是这两个地方 是接在一起的 下巴和头毛片这边是接在一起的 所以呢 弧度长的没有缺口的这一块 是在中间的 弧度长的没有接口的这一块是在中间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缝 身体组合的话呢 其实比较重要 因为它就会涉及到你的头啊脸啊 如果有时候坐着坐着就歪了的话 那肯定就是最后 要不就是最开始瘦的时候出现问题 要不就是最后缝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所以这两边都注意一下 现在来缝 比如说我是缝这一边 我的习惯性是在它的另外一边 毛全部都是往下顺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就是所有的头发毛都是往下顺 今天换了一个角度 应该不会再出画面了 线迹还是要稍微缝密一点 缝紧臭一点 因为我没有把底下这个跟 跟面皮 就是把头 前片跟面皮缝在一起 所以呢 这边要注意就是 我要出现 看舒服 有一些头毛的布呢 像我现在明明是同一家买的 但是这一个的感觉就是特别 怎么说呢 就是 嗯 特别软 因为有时候会明显的感觉 头毛布的底部跟面皮的底部的那个 质感不一样 面皮的会比较厚一点 我买的是加厚的 同样也是一边秀 然后一边用手把这个线迹撑一下 因为它会涉及到三个部分 就是 嗯 面皮 头发前片 和头发后片 所以呢 一定要缝紧 一般情况下来说 这两个形式在同一条线上 但是呢 由于布的那个性质不一样 这一边可能会稍微厚一点 然后呢 可能需要把它给撑一撑 嗯 嗯 像这种两个洗浇坏的地方 如果不放心 可以多缝几次 确保它没有空隙 还是老规矩 线一定要直 两边都对照着 一定要直 这个部分会特别厚 缺口的上面的尖 是跟耳朵的尖 就是下巴的尖缝合在一起 好 好 这边会特别难穿 然后可以到时候找一些工具 然后这一个线是缝下巴的线 我们先然后这个尖尖 护发片的尖尖 先把这个给缝上 这么多除去 现在这三个位置就缝在一起了 后发片 然后耳朵 面皮 和前膜缝在一起了 那我们就要缝下巴这个地方 缝下巴这个地方的话呢 因为它是肤色的 所以呢 其实最好的建议就是 就是用肤色的线 那我们就把这一个线在这里结束 我们现在两边都已经缝好了 现在呢 就开始缝下巴这个位置 因为上面这个点已经定好了 那下巴的位置的话呢 其实直接从下半部分来缝就可以了 这样子也能保持形状对齐 越是交接的部分就越要注意 所以宁愿小段小段的操作 所以宁愿小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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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挺痛的 所以宁愿小段的 可以放开看一下 有没有护血 没有 再多来一张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会特别厚 好 大家基本可以看见一个弧度 就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把另外一边也缝上 好的 都缝好了以后 都缝好了以后 然后 把里面的这个部分 缝一下 就是还需要用打火机 把这个毛 给撩一下 我发现 不断的在脱毛 一边缝一边脱毛 稍微缝一下 脱毛太厉害 然后我们下面就开始 跟身体缝合 跟身体缝合的话呢 第一点 就是先要把他的头 下巴和身体 同样呢 是先找 先找中心点 身体的中心点 是跟这个弧度 是一起 头 的中心点 下巴的中心点 跟身体的中心点 对起 中心点 对中心点 然后呢 缝合点 对缝合点 它应该是 重叠的 如果不重叠 你就拿一下布 就是 身体的第一支 身体的第一支 好 我翻过来看一看 就是这个样子 再把另外一边 对缝合 其实你们可能看不出 看不见 但是我现在真的是 缝对和表情真 这些地方都太细 太细节 好了 现在连接 完了 然后应该 没有大问题 做身体的时候 我不记得 我拥有 就是 把 这一个部分 呈现给大家 但是 基本上 我应该都能看得懂 好 那我们现在 就要开始 来进行 整体缝合 手手和脚 这要先翻出来 我的习惯是先翻出来 然后呢 我个人 关于棉花的地方 会有很多种 我个人喜欢呢 是在头部 这个地方留一个口子 会把这个 因为我是希望 这些地方都整齐 所以呢 我会把口子 留在头部这个位置 而且头部会有长毛 你缝合好了以后 把毛捋一捋 它有时候 那个缝合线 如果你的针线不太好的话 它也看不见 所以呢 可以选择留在这个位置 这个部分 因为 连接的内容比较多 所以 如果 不太确定的话 可以把这些地方都缝一下 让它们 确定是紧密的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呢 可以大概红洞中间的部分 就把它给停止 然后再从上面这个部分 往下走 有一些做法呢 是 升级了 就是大家对于 在哪个地方 塞棉花 各有喜好 但是呢 我是喜欢 它露在外面的线 都是直直的 如果你的长增法 用的不是太好 就是最后收针的刀 长增法 用的不是太好 那就其实可以选择 就是在 头部这里 唯一麻烦的就是 你看到所有的手上 这就会相对来说 直一些 然后 在头的部分 其实用 只要你的线 只用白线 也没有问题 也是可以的 但是 我看见到 尽管 我会尽管 它尽管 它尽管 对 所以 我会尽管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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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因为之后 我们是要用 长增法 把它给缝合在一起 所以呢 一般 我的上面的位置 会 跨骨 这个倒行位置 接下来 下面的 也要 尽管 这个地方可能 你会看不懂 但是呢 其实 不用管 技巧 技法 只有一点要点 就是 一定要把它们缝紧 所以呢 就是各种 把它们 缝在一起 如果要装骨架的话 就没有办法从这里 操作 因为 会在那个 手臂那里下不去 就是脖子那个地方 因为脖子是个很小的 口子 它就会有下不去的情况 它就会有下不去的情况 这里一定要 收紧 把线化明显一点 然后 从这个小口口 来推推 瘦瘦 然后 整个脸 翻过来 翻过来 如果你要洗瓦的话 可能就 这一步 就可以 把它洗掉了 不能洗 好 然后 我们开始 拿 双 双 感觉身体被偷空的 王 去拿棉花 用的呢 是这种 双方棉 首先 我们需要把 腿和手手 四肢 给上后棉花 先上脚板板 先把棉花大概的挤在这一边 就是棉花一定要塞得很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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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硬很硬很硬的那一种 就是不用做骨架 这太开心了 暂时装了骨架的过程提起真理 看一只大长腿 嗯 差不多了 发现没有两个腿 不一样长 先把棉花都堆积在 先把棉花都堆积在 一个地方 然后再用BD 把它给 暴力 压进去 要把布全部蹭开 然后的话呢 比较硬实也没有问题 比较硬实也没有问题 如果你里面的缝线缝得足够直的话 你发现 它其实是没有那个线露出来的 但是如果缝的不直的地方 比如在这里 它就会有路线 不过这个是自己的网 也就算了 听听这个声音 微微的声音 我经常觉得我塞出来的棉花瓦 都能敲 不能当锤子敲人 跟我们有压力 我觉得可以把它塞紧 然后就慢慢的揉 就把形状给揉出来 那前提条件你一定要 塞进 手也可以打着 好 然后开始 身体 好 最重要的头部来了 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有把那种 头毛的布给缝进去 棉花呢 这也是一层一层的叠加 就是从先把下巴这个位置塞满 让它的整个下巴线 都是绑满的 因为有时候你 全部塞完了以后再调整的话 有时候不太好使 还有就是一下手上 连接的这些布斧 要多一点 这个构成也是机器放脸 所以会想问一下 可能是个小摇摩 会不会想有一种 好多的 没有 肉的 在这里面 对 因为你的线缝不够紧 然后你才能用这么大的力气去造它 现在感觉已经非常紧了 已经非常紧了 那我们就可以用藏针法 来把这个部分缝合去 最后缝合前检查一遍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个里面不是有一条线吗 藏针法呢 就是下的这个位置 平时我都是直接在外面调布 然后呢 今天是为了展示清楚一点 所以给大家看清楚 这些东西的方式 这些东西的方式 大家有时候看一些缝纫的视频 然后它会先把这种交叉起来 然后再把那个线一拉扯起来 它就可以缝合在一起 但是呢 这其实在缝纫上面是不实用的 因为它这个毛有可能会卷在一起 后面就缝合好 因为我是缝在后面 所以它不是太明显 如果是缝下面的话 到时候大家就可能会看得清楚一点 但是如果不做骨架的话 打好结以后 这里不是有个结吗 会很丑吗 然后用力拉 把这些瓶子继续进去的毛 用线用针 把它敲出来 好 最后一步 还差一个什么呢 还差什么呢 还差个什么呢 没有翘翘翘翘翘 没有翘翘翘 是没有灵魂的 从中间的部分 说得太紧了 把结 像后面一样的引进去 然后呢 大概冲 有个人 那对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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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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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就缝合好了 头也没有弯 然后偶尔还有蓝色的 耳朵的位置也正确 可以去你妈妈那边去了 像屏皮这个地方 我没有就是上棉花的时候 尽量的要把这些地方都填平 然后今天的这个 吸引起油条这个腿超容易有一点 detto启哈 在缝时稍微注意一点 拜拜 拜拜